Hello大家好,我是妈花 上期视频真是脸黑啊 挖个铁矿还能挖脱地魔 幸好我走位够风骚 实践够锋利 当然了,还得有胆有谋啊 最终在我的乱批大法下 我战成了巨大的地魔 制作了一把双击棍 但是由于等级的问题 我却使用不了 本来是岛穿外塔继续打怪升级的 无意间却发现了这艘隔浅的大船 不得不说一下 这个二二三村里的建筑 真的是非常牛批啊 这么大一艘船就停在这里 不是里面有宝贝 就是里面有陷阱啊 哟,船身中间为什么这么多发射器啊 难不成这艘大船 还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华某人是最喜欢探险了 废话不多说 进去看看不就值得了 这火把门的下面 应该就是船的中心位置 哇,看到了好多铁针啊 我还是走正门吧 万一下面有什么机关 那就亏大了 这么多铁针吗 瞬间感觉我生存在了一个创造模式里 呀,下面有苦力怕 但是这艘船仅仅是这样 没有宝贝吗 来,先解决到这个苦力怕再说 果然是臭弟弟 这黑咕咚咚的 哎,他那看前面有宝箱 哎嘛 这小白真的是百发百中啊 好吧,直接爆头 但是不要紧 我又回来了 哎,千多的 又在背后投袭我 不要问我被爆头了几次 问的话我就说两次 先这里点一下 大船的尾部确实有不少宝箱啊 哎 宝是好东西啊 听说前期发育非常重要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剑 现在铁装穿不上 咱们就先穿皮革装吧 哟 这个箱里的是宝贝啊 直接给咱们的是附魔装呗 被小白抱了几次头 看来还是值得的 附魔装 弓箱 前期发育足够了 手手背包 奔向速速离开 谁要被一只飞鸟拦在门内 以前我对这种飞天小怪没有办法 现在有了宫 那就是小菜一碟呀 嘿 我以为是什么妖魔鬼怪呢 原来是一只蹄虎啊 放了几件 三件吧 就是这么easy 有了宫的花某人 那就不是一般的花某人了 再次来到双怪塔 我是一点也不慌啊 来 洞穴蜘蛛 臭弟弟 走你 看到了吧 就是这么秀啊 看来今天咱们的双结罐 可以大展风采了 将泥土挖开 咱们主要还是要拿宝箱啊 不好 洞穴蜘蛛又出来了 不要慌 看我背跳出去 哎 啥情况啊 我被卡住了 哎呀 原来位置没找对 这个双怪塔啊 据说最顶层的宝箱里藏着好宝贝 看来以我目前的方式 想要打到最顶层 有点小困难 更何况最顶层 还有一个超强的boss 没办法 实在不行 咱们就在这里慢慢的刷经验 目前我的攻击技能 已经是达到八级 试一下双结罐的威力 这声音 就是脆 伤害也高 这是啥情况 被苦力怕拿下了 好了小伙伴们 我还着急刷经验呢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咱们争取拿下刷怪塔 视频最后 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哦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